亞洲台拳道錦標賽 我們欣賞這一項就是屬於男子的賽事 是初兩級的決賽 由韓國、南韓的金燕庸 是對著中華台北的王智雄 金燕庸就是第十二屆廣東亞運會的金牌得主 也是第十一屆亞洲台拳道錦標賽的金牌 今年可以說是衛免 至於對手王智雄就是四屆中華台北的冠軍 現年就是二十歲是一位學生 玩了台拳道九年 黑帶三段的高手 而金燕庸現年就是二十四歲 黑帶四段 第一回合馬上開始 同樣是三個回合賽事 每一個回合三分鐘 這個時間一開始見到就是 金燕庸已經是將南韓方面的王智 逼到這個擂台邊的位置 雙方剛才就是一起擊中對方 一比一 未佔到什麼甜頭的 同樣都是一起得分 兩位選手都打得很燦爛 第一回合開始已經有很多的接觸鏡頭 二比二 同樣都是一起得分 兩位選手都打得很燦爛 第一回合開始已經有很多的接觸鏡頭 這次負責執法的裁判就是來自菲律賓的羅麗圖 每一場賽事都會選上一位就是中立國的裁判就是來執法的 除了有主裁判之外 第一位是副裁判 為主裁判的判決作出紀錄 當然另外還有四位評分委員會的委員 負責計算分數 好 好 好 來埋伸 裁判方面 那一聲就是他們兩個分開 經過一輪正話的可以說互相攻擊之後 反而這個時間是處於觀摩階段 但始終也是看到韓國科目運動員又再拿了一份 趁著對方 王志雄轉身起腳的時間就是把握機會 三對二領先 投了兩分雙方都是同時得分的 那首次運動員就是獨自得分 第一回合剩下半分鐘時間 好了 王志雄是去了擂台邊緣位置 所以這個時間主裁判是稍微警告一下他之後 叫他回來屬於比賽的範圍裏面 一路逼住 三的運動員 南韓的金賢蓉仍然是三對二領先 第一個回合完結 雙方就是大約一分鐘的休息時間 一旦 歡迎再次回到比賽現場 導演上第一場屬於男子中兩級的決賽 拍攝這位屬於黎智南韓方面的金賢蓉 對著就是中華才北的黃之鴻 雙方在第一回合方面成績很接近 頭兩分都是同時得分的 之後在回合尾的時間 南韓的選手金賢蓉就暫時領先 第一回合黃之鴻被裁判警告過 他經常走到擂台邊緣進行比賽 如果他再次有飯的話 就將他被扣一分 所以他一定要注意 如果他是被進攻 然後去到比賽場地邊緣就沒事 但是如果是主動、蓄意 就去到這個位置去行比賽 就會被警告 到這個時間 紅方方面的金賢蓉 他比較上是見到他 用多了出拳 攻打對方的空口位置 不過剛才兩次的出拳 都未能夠打中得分的有效位 出拳就是改變一下這個戰略 因為基本上在泰拳道都是以腳為主導 因為人的腳比手長很多 所以進攻距離就比較遠 很多時候用腳去進攻 就是比較好處一點 經過統計之下 差不多是有七成的 進攻方面 都是由腳步去組成進攻的戰術 好 再次了 其實也不是說他自己想 去到這個邊緣位置去打 就是… 這些情況就不會被警告 但是如果他自己主動的話 就很難說 這個回合雙方都沒有記錄 都是在這個觀察階段 雙方都是看定一點 或者是敲對方先出招 然後自己是找了機會進攻對方 其實都是… 不單止是這位王志雄 這一下的轉身掃踢 反而能夠是拿到分數 踢中了王志雄的右邊位置 換句話來說 領先優勢 南韓的運動員 金賢蓉領先到兩分 始終就是見到 所有的運動員 對著南韓的運動員 都會比較害怕去進攻 王志雄剛才一個直踢 就是得分的 換句話來說 分數就是最近為三對四 第二回合也是接近尾聲 相信仍然就是南韓選手 金賢蓉會有一分的優勢 錯 第二回合完結 南韓的金賢蓉暫時以四對 而領先中華台北選手 決賽 拍到這位屬於韓國方面 南韓的金賢蓉 大家看看以前的鏡頭 好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走到一個訊號外面 來避開對方的權勢 王志雄被裁判警告 如果他再有犯的話 就會被扣分 正位也是很清楚 看到王志雄能夠踢中對方的正中 紅心位置 拿回一分數 暫時來說 雙方的距離 只是兩分距離 拍著這位就是 紅方的金賢蓉 藍方屬於中華台北的王志雄 他曾經四次贏過中華台北的冠軍 不至於紅方方面的金賢蓉 是在十二屆廣島亞運贏過金牌 亦是去年的亞洲賽金牌得主 而且今年希望只能為免之戰 出發 這場就是我們看過這麼多場賽事 最緊湊的一場 打到三個回合 南韓選手都未能夠有一定的優勢 分數暫時就是 南韓選手今天用四對三領先 一路踢向對方的小腿位置 亦是把對方迫到外面 由於進攻的招數很厲害 所以王志雄迫於無奈 鬆了那個護甲 亦是屬於計分的一個戰衣 所以教練方面這個時間 趕快幫他綁穩 所以我們見到計分已經停了 進來之後 主導盤說開始比賽 計分數 做到一場賽事 改選了 一場賽事 做了兩場賽事 做了一場賽事 做了一場賽事 把這個比分拉開到6比2 由於中華台北方面的王志雄 很希望能夠搶回近的分數 變成在進攻的時候 往往漏空了自己右邊的位置 令對方有機可乘 剩下不夠分半鐘的時間 4分距離 似乎應該是看到南韓的運動員 很大機會能夠拿到分數 這一分就是中華台北教練說 踢中了頭部 但是沒有計分 我們都很清楚看到 剛才就是踢中了 很厲害 紅方的金言用他的連環腿 出現右腿出過左腿 那可以說 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很緊密的 踢中了 踢中頭部下額位置 拿到1分7比2 剩下幾十秒的時間 相信這面金牌 又會落在南韓選手手上 大動作最優勢 試試試看 一隻飛身撞過來 但還是未能得分 這一下漂亮 看準對方的金言用就是起腳 台北的運動員就踢她左手邊的位置 但是依然為時以晚8對3 這麼嚴重 這個分數就是擊敗了台灣 中華台北的王之鴻 最後南韓隊獲得一面的金牌 我可以說在今年的第十二屆亞洲賽科方面 南韓已經成為了大贏家 大部分的金牌都是落在他們的手上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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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